欢迎收看阿比教室 别以为iPhone的相簿只放箱简单 今天就和大家示范三个小技巧 以后看相片就好玩很多 首先要说的是AI自质Forg 现在iPhone相簿很聪明 懂得按日期、时间、地点、题材来分类 很容易回忆就回来 最正是可以帮你做Forg 只要按下相簿底部的为你推荐 立即会出现一段段由AI整理好的美好或痛苦回忆 再按入相关的相片或影片就会自动播放 还有BGM伴奏 如果想制成Forg 直接按顶部输出键 就可以储存成影片 之后终于怎样分享都可以 接着要说快速收拾相 iPhone相簿除了本身的收拾相功能 原来还可以直接打开第三方App 来帮忙收拾相 编辑上面的时候 只要点一下右上角的三点图案 就会显示出可以使用的第三方App 以美图细数为例 可以直接加入它们的类镜效果 又或者用Daman来拨上或打格仔 比起专专打开App 又导入又导出 缺乏不少时间 最后一个相信果分一直都没有留意 就是iPhone相簿的缩图 由于预设是方形到 无论还到或直到相 其实都是显示不完 未必一眼就能看到一张相片的什么 更加不要说用16比9拍的相片 或者螢幕截图 其实按进去右上角的三点图案 可以在比例中选择原始比例 每张缩图立即出现全相 现在是否清楚了呢 所以不只是转型如何隐藏相 相簿功能怎么这么简单 下集再见 升到头条App 全新面貌已经登出 升级之传 天宫都要靠它 就不快下转 立即下载升到头条App 下集完 下集完